剛剛的東西做出來就三段 你找一下應該就OK 上面都有了 那我就分別把這三段完成之後的話 所以今天你就把這三個再做三個按鈕 做按鈕我想前面講過了 你只要錄製完然後做直條圖 有沒有放對位置 圓形圖放出來 最後就是刪除圖 這樣就OK 那刪圖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一行程式加一個邏輯判斷就可以了 那怎麼說 刪圖部分怎麼寫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刪除圖的部分 就這一段 其實你就是打一個什麼呢 Sub 然後呢 打空白刪圖 那裡面的話其實 主要是用什麼刪除圖呢 其實用這個啦 其實你可以開頭一樣是Active Active Shoot 那Active Shoot裡面的話 因為我們是要找那個Active Shoot店 它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就是圖表部分刪除 所以你可以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所有的圖表 在那個VBA裡面呢 它有一個固定的那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做 Charts 所以要特別注意 Charts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圖表的嗎 所以你就點什麼 Charts 後面加一個 Object OB OB JECT OB OB JECT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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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的物件,那物件是很多個,所以叫它複数加S,updress 那删除的話就叫什麼,點delete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之外,它這個邏輯還蠻差不多,以後很多地方都一樣 就是這個叫charge就圖表,物件,複數,updress,點delete就可以了 那其實理論上寫這樣就OK了,有沒有一行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直條圖,圓形圖,按刪除,這樣OK,有沒有一行就好了 但問題你想說,老師那你為什麼還多一個邏輯判斷,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要防呆,為什麼防呆,如果你現在按下它的話會怎麼樣 因為裡面沒有任何的charge objects,然後它會出現什麼,錯誤 為什麼,因為裡面沒有charge objects,但是你確定要delete,它會疑惑 它說,為什麼你叫我三明明裡面,它就沒有,它沒有很聰明 它做,就像學理工的人,沒有啦 這有點開玩笑的,OK 就是沒有辦法轉彎的意思啦 所以有時候當然你不要說受制於你所學的啦 OK,當然你也可以像人文,學人文,學院的人一樣靈光 但是也要能夠像學理工的人一樣能夠懂得各項技術 這樣的話我覺得你生活才是比較平衡吧 千萬不要偏廢 不要說我只學這個,我其他都可以不關心,對不對 OK,好,那最後的話,可是問題這個出錯怎麼辦 要解決嘛,所以解決的方法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charge objects裡面沒有東西的話,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用底下這一行,activecharge objects 後面其實它有一個屬性,屬性就是算它裡面有幾個 叫點count,多一個叫點count 點count的意思是說,你幫我算一下這個charge objects裡面有幾個 如果它是大於0的話,意思是說等於0就不要刪了 大於0的話,然後才去刪,所以是這樣 然後才去刪除,然後把這個untab鍵收到前面 另外的話,把這個底下加一個endif 因為我前面講過,如果有if就要endif 好,那你就把這個程式再倒車一下,倒到這裡來 看它有沒有大於0,因為它等於0,所以它沒有大於0,就跳過了 OK,這樣的話就不會刪掉,如果裡面什麼都沒有的情況 所以三個,應該這個OK,程式在哪裡 程式就在雲端白板的第五頁的地方 找一下應該有,所以今天的話,請各位把這個作業交出來 就製作圖表,1,2,3,這樣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今天的話,主要就是把那個錄製劇集再加以修改 然後做一個直條圖跟圓形圖 再做一個刪除圖 OK,今天作業大概就是這樣子 主要就是讓大家至少以後遇到那種數據 可以很快的用那個視覺化的方式做這個輸出 OK,那一樣,我也有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於一些細節不太不清楚的同學 回去可以再自己參考一下 那個我們今天上課的影片 OK,今天講的其實也非常的重要 以後如果說你想要處理一些相關數據的東西 可以用這種方式表達 OK